哈囉各位大家 我剛剛去應徵了一個工作 然後老闆說我明天可以去施工 我怕在我房間的畫面太無聊 所以我就想說趁這個路上還沒有人 然後帶大家來看 反正我明天就是要去施工 然後我剛剛就去了二手店買了兩件黑色衣服 加一件黑色褲子 因為我真的沒有帶很多黑色衣服來 所以有點開始尷尬 然後我現在帶的地方其實算是 我這一區比較熱鬧 比較現代化的地方 對 還是一個捷運站附近 但其實可以感受得出來這邊有點像西門丁商圈那樣 就有些店都已經在招租了 店的空和店 我明天就有事情做了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 我今天 因為我室友建議我說 我室友看我找不到工作很痛苦 他建議我說去考那個SmartSurf的 然後 SmartSurf的證書 然後我就去報名了網路的課 對 他就是都是網路的課 然後網路考試要開鏡頭考試那樣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 因為我室友好像有一個有考過一個男生 然後我就問了他女朋友說 欸 就是那個考試難不難啊 然後要去哪裡報名 然後就給了我一個連結 然後我就去報名了 結果今天就上完課 然後那女生也跟我說他男朋友就是考了三四次 才考過 然後我想說他這麼難喔 結果後來我發現那個考試上課是可以用中文上的 然後考試也可以用中文考 然後真的是滿分 不是滿分 幾個 然後我今天就去上了那個課 然後他主要就是講一些 這邊的人 其中酒精類飲料的 的規則 然後我就上了一下那個課 大概用了兩個小時吧 一個多小時 然後考試是33題選擇題 然後其中有包含單選題跟多選題 幾個是80分 然後那時候一考出來想說 81分 這樣子有過還是沒過 因為我忘記是80還是85分 結果 我就去看 然後 就過了 然後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之後 就拿到那個電子版的證照 就覺得 太簡單了吧 反正拿到之後就覺得心情很好 想說 繼續往下一個證照前進這樣 然後我現在要 買好我的工作服 我花了台幣500塊 現在要走回去 希望我今天買那件牛仔褲可以穿一下 然後找到 找到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就找到工作之後好像 就心情反而特別沈重 大家知道我現在就是 邊走邊講話要需要多大的勇氣嗎 就是 一大堆路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我是要 鼓起勇氣做更多事情 因為我現在很緊張 只要是 說給我 吃 一大堆路人 我來買泡麵 我要來買泡麵 好多吃 我來幾下 我去拿 噢 我今天是事工第一天 然後現在已經是可能11點40晚上 我在等公車 我找到真正的工作了 終於不是詐騙了 但是呢 就是 就是那個鐵路便當店 但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放在頻道裡面 因為那個鐵路便當店的店長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怕他會看到我的頻道 那這樣會很尷尬 你知道我就是真的認真的在那個 之前說的那個網站上面找到一個實體店的工作 我就是負責乘便當的小姐姐 我公車來了 謝謝 謝謝 謝謝